大家好 我叫陈佳杰 如果大家喜欢我唱歌 想关注我的音乐资讯的话呢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不要音乐 谢谢大家 拜拜 遇到蓝妹之前 我觉得爱情就像鬼 听过的人多 看过的人少 我是个你们经常传说的富二代 长得有点小帅 我的女朋友 你也可以说是炮友 出了名的多 可是爱这个东西 对哪任女友 我都云不出一点爱 你告诉我 爱情是什么 它就是他妈的 这个世界上那些缺者缺纳 没安全感的人 想出来的无头帮 缺钱的 缺爱的 没人赔的 缺认同感的 根本不是在求爱 你们是在求救 还能有什么 还能有什么 共话好说 又不是没被 同样的剧情伤痛 如果不回头 至少别懦弱 承认没有兑现的承诺 并不算出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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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神龙 怎么痛也别说没有爱过 那时候公司里 只要有同事失恋 我都会丢一句 你后面还会遇到更好的人 有一次我正在调侃一个同事 蓝梅突然问我 遇见更好的 就不会在意失钱 失去的人吗 如果不回头 我说当然啊 所谓的还没有分手的 都是因为没有碰见更好的 那时候 在我眼里 作为实习生的蓝梅 只是一个小傻女 有一次 我请同事吃饭 蓝梅那天回学校没有来 我觉得店里的紫苏梅子很好喝 就顺手给她烧了一瓶 第二天一早上班 我看见她抱着那个玻璃瓶 有事没事的轻轻桌上一口 喝得很爱惜 像小松鼠一样 别说没有伤口 代表没有痛过 别说回忆只是海市蜃楼 别说没爱过 别说没有错 爱是一列开往没有尽头的内疚 别说没有伤口 别说没有伤口 后来我们在一起了 后来我们在一起了 同居了 一起创业 形影不离 我们在一起两年零五个月 然后我们分手了 蓝梅在分手几个月后就闪电结婚了 新郎是追她很多年的大学同学 婚礼那天 在给宾客敬酒的时候 听说不胜酒力的她喝多了 喝到跪地大哭谁也拦不住 而那个时候 我正开着车绕着蓝梅结婚的酒店 一圈又一圈 看着鲜花拱门满地花泡 每一脸都像一把刀 扎在我的心上 这个时候我才猛然发现 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女人 从此嫁给了别人 那个曾经给我一次又一次机会 把所有眼泪都悄悄藏在背后的女人 被我逼得嫁给了别人 我无数次想拉开车门冲下去 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对着婚礼喊停 一把拉着那个白婚纱的女人往外冲 但最后我没有 因为我不知道 把蓝梅从婚礼上带走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 我还会不会辜负她 我甚至不再相信自己 朋友们都拿名言来劝我 以后还会遇到更好的人 蓝梅之后 我还会碰到更好的人吗 会的 我知道 只是我想要的 只有她 原来爱真的存在 只是我把它弄丢了 让我乐定的 也不能说 这么久 让我看 有事 我可以